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军队最高奖项 近日 武警江西总队 通过举行新条令知识竞赛 强化了官兵的法规意识 纪律意识和号令意识 在全部队之前起学条令 用条令 守条令的热潮 这次新条令指示竞赛 各支队及单位层层进行选拔 则又确定了由一名基层分队主官 一名士官和一名义务兵组成代表队 集中竞赛分为比试考核和答题竞赛两个阶段 其中 答题竞赛阶段设置个人必答题 现实抢答题 风险挑战题三个环节 为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竞赛采取个人随机抽题 评委仲裁量分 设备现实计分 纪检现场监督 全程实施录像的形式 竞赛过程中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 踊跃答题 尤其在现实抢答环节 充分展示了参赛队员过硬的心理素质 深厚的条令知识基础 经过激烈角逐 南昌支队 景德镇支队 宜春支队代表队 分别荣获团体前三名 并表彰了七名优胜个人 这次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在保障官兵切身利益方面释放了许多新的红利 让官兵们感到在严格中有温暖 在规范中有关爱 必将激发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等训练热情 比赛现场 总队领导谈到这次通过举办知识竞赛活动 必将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官兵学习贯彻新条令 塑造军队好样子的自觉性 积极性 真正把竞赛活动当成全面学习条令 深化理解条令的过程 达到了以赛促学的目的 为大力加强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条令知识竞赛现场 郭东卫社 陈卓冷静 郭东卫社 精彩强达 郭东卫社 对达如流 郭东卫社 不甘落后 郭东卫社 公正评判 郭东卫社 比试考核 郭东卫社 获奖何以郭东卫社